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麦玉杰 在今天新闻一开始 我们首先先带您快速浏览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最新消息 还有全球的新闻看点 新冠肺炎 全球余一亿一千万人 亿二百四十三万多人病故 截至每期时间18号中午十二点 全球至少有二百四十三万五千七百三十三人 死于新冠肺炎 至少一亿一千零一十四万六千九百三十一例确诊 全球只用了二十三天就增加了一千万个病例 美国仍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累计四十九万一千四百一十一人病故 两千七百八十五万四千三百八十九例确诊 疫情冲击CDC 美国人预期寿命少一年 根据CDC初步估计 2020年上半年 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减少一年 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大降幅 且处于2006年以来的最低水准 目前 美国人平均预期寿命为77.8岁 2019年为78.8岁 辉瑞南非变种病毒株 降低疫苗综合抗体三分之二 实验室研究发现 对抗新冠病毒南非变种病毒株 辉瑞研发的疫苗 所产生的综合抗体浓度少约三分之二 辉瑞与BNT今天表示 他们研发的疫苗仍能综合这种病毒 且目前尚未有来自人体实验的证据显示 南非变种病毒株会降低疫苗的保护力 美国最年长少年范初遇 服刑68年以83岁 今年83岁的乔瑟夫利贡 在监狱里度过了68年后离开监狱 是美国预政时尚年龄最大 服刑时间最久的少年范 1953年 15岁的利贡 与其他四位同样世纪岁的青少年 在费城打劫 包括持卸伤人与抢劫造成两死六伤 中天中望 准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